嗨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要來跟你們分享我的空瓶 最近用完的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是我從搬家前就累積到現在的 沒錯 我帶著這堆垃圾搬家 這類型的影片一定都要出場的常客菜瓜水 我用掉了三罐最大罐的500ml 500ml的不是什麼時候都買得到欸 就是偶爾才會在寶雅有看到 那我看到的話我就會一次吞個三罐 平常看到的都是這種180ml的兩個小的一組的 其實你在的地方如果買不到菜瓜水也沒關係 因為它不是什麼很神奇的水 用了它皮膚也不會變得比較好 保濕的效果也還好而已 我純粹單純就只是拿它來擦臉而已 就是我上所有保養品前的第一個步驟 也就是用洗面乳洗完臉之後 我會用這個再做一次清潔 就用化妝棉然後擦全臉 它的保濕效果也很弱 我就只是因為它很便宜拿來擦臉 不心疼 因為我覺得拿平常用的化妝水來擦臉很浪費 接下來也是每一集的常客 這個L'Oreal的眼唇卸妝液 我的快快撐不住啦 數下有幾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罐 就是我最愛的眼唇卸妝液 也是很多人的最愛 這個就不需要多說了 卸得很乾淨 然後我用也是完全不尋嚴 會永遠一直一輩子的回購下去 接下來是卡尼爾的卸妝水 這個我是被搭配燒到去買的 然後我一用就愛上了 我已經用掉兩罐了 還有一個空瓶放在浴室 我懶得去拿 然後我也還有吞貨 這個目前是我最喜歡的眼唇卸妝液 很大罐 但是也比一些開架的卸妝水稍微貴一點點 卸得很乾淨又很清爽 可是我沒有拿它來卸過眼唇 我覺得眼唇還是用眼唇卸妝液卸 會比較保險比較乾淨 這個我就只會拿它來卸底妝而已 但我後續還是會用深層卸妝乳再卸一次 接下來是我的美麗日記的卸妝水 這個我沒有再回購了 因為跟我其他用過的卸妝水比起來 偏油膩 我覺得卸完臉會有點悶悶的感覺 而且我記得它好像會讓我製粉刺 反正我都沒有再回購 我也不會想要再回購了 嗯哼 接下來我用掉了兩罐必菲斯特的卸妝水 這款綠色的是抗痘型的 它有沒有抗痘我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至少沒有讓我製痘或是長粉刺 卸得也蠻乾淨的很清爽不油膩 其實我喜歡這個的程度跟卡尼爾的差不多 可是它又有壓頭很方便 但這個容量少一點點 我還用掉了這罐也是必菲斯特的 這個藍色好像是清爽型我沒記錯的話 這款我覺得用起來跟抗痘型的是大同小異 我感覺不出來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一樣清爽卸妝力也都差不多 我都很喜歡我也都一直有在回購 再提醒一次我不會用卸妝水來卸眼妝跟唇妝 因為我覺得那種比較濃的彩妝 還有比較持久型的唇彩 還是要用油那種眼唇卸妝液卸會卸得比較乾淨 還有一罐1028的眼唇卸妝液 我記得我也是很喜歡這個 但我竟然都沒有再回購 為什麼呢 好像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罐子很難倒出來 卸妝力好像也跟L'Oreal的差不多 可能再弱一點點 因為我記得我用的時候都要再回沾有點多次 接下來我用掉了三盒封台灣的面膜 一個酒魄酵母兩盒蘆蕙絲瓜 酒魄酵母我都沒有再回購 因為它會讓我製粉刺製痘 封台灣的面膜唯一一款不會讓我製粉刺製痘的 就是有蘆蕙絲瓜 這款也是最適合油肌的 很飽吃 然後吸收了之後也很清爽 我最喜歡蘆蕙絲瓜了 如果你想要買封台灣的面膜 但是不知道要買哪一款下手的話 蘆蕙絲瓜是最不會出錯的 接下來我用掉了一罐水美眉的噴霧 我沒有再回購應該是因為我比較喜歡芽樣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就沒什麼 反正我都沒有再回購它 應該就代表我沒有特別經驗也沒有特別喜歡 接下來是一個小罐的優莉亞的噴霧 這個是50毛而已的 這個是我在某一個美妝盒裡面收到的 我用的是沒有怎麼樣 但是我妹用了大過敏 我用的是美濕 但我之後也都沒有再回購 接下來是我最喜歡的芽樣噴霧 很適合敏感肌 很多有酒糟或是很嚴重的敏感肌的人 也都很喜歡用芽樣的活泉水 對它的全名叫做活泉水 我還有一個很大罐的也快用完了 然後我去日本的時候也買了一大堆 就是我最喜歡的噴霧 接下來我用掉了兩個哈巴的絞砂 我用掉了一個30毛一個15毛的 它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歡的保養油 雖然我目前有在用 理ordinary的絞砂支撐型的 然後就很多人問說 理ordinary的跟哈巴的比較起來哪個比較好之類的 理ordinary的我才用沒幾次而已 所以必須再給我一段時間測試 我才有辦法跟大家說到底誰比較好用 目前我就真的還是很喜歡哈巴的絞砂 就是很萬用的美容油 除了用臉之外也可以護髮 當紫原油啊護唇等等的 或是滴在粉底液裡面混合著用 都可以 接下來就也是常客了 兩個Sophina的磁效控油妝淺隔離乳 雖然我最近比較常用kiss me的sunkiller 然後我今天也第一次使用了 L'Oreal的全效無油清爽隔離乳 等一下這個不是置入 這只是我最近剛收到的萊雅的PR公關品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的 目前是在測試這款 最近就是越來越多類似功能的那種 妝前的控油啊防曬打底的產品出來 但我還是非常喜歡這款的 接下來是一罐Baptiste的乾洗髮 這個是輕盈蓬鬆款 我不喜歡這個 它在我的頭髮上面很厚重 而且就是很難掃掉那個白白的粉 這罐我是在比較生育沒有很好的通路買的 大家應該大概可以猜得出來是哪一家 但是大家不要講出來 因為我不想惹上麻煩 我也不想害大家惹上麻煩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我買到不是正貨 因為我那天就是很臨時的需要感洗髮 附近又沒有其他可以買的 所以我就只好去那樣一家店買 我不知道它難用是因為我買到的不是正品 還是它本來就這麼難用 我比較喜歡的是這款也是Baptiste 這個中文上面沒有寫 中文在外包裝被我撕掉了 這款在我頭髮上面就真的比較蓬鬆比較輕盈 跟剛剛那款根本是相反 這個好用很多而且也比較容易把那個白白的粉剝掉 這已經是我的第二罐了 我之前的空瓶好像在舊家 好像不小心被我丟掉了我忘記了 反正我最喜歡的口味味道是這款的 這個我是在SASA買的 所以SASA的應該是沒有問題 嗯哼 接下來是BlizzTask的Livematics 護唇膏 它已經整個空掉 這個也是我在藥妝店的結帳櫃台 旁邊加購架買的 我記得我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它會涼涼的 然後在紙唇上面的觸感非常舒服 睡前我都會後擦這個 那種睡前後敷的護唇膏 我比較偏好這種挖式的 因為可以一次挖很大一坨起來這樣後敷 像是那種管狀的 你就要重複來回塗好幾次 才有辦法塗得很厚 接下來應該是大家都不陌生的 小密提的護唇膏也是完全用完 很扁 這個的質地我也很喜歡 而且我超喜歡它的味道 就原味的 其他的口味我都不喜歡 這種擠出來式的 也很適合睡覺的時候後敷 因為也是可以一次擠出來很多 接下來是凡士林的護唇膏 這個是有顏色的 叫做Rosy Lips 嗯也是在家扣架的時候買的 這個我就沒有很喜歡了 我覺得很厚重 而且會堆積在嘴唇內側 就變得很詭異很不舒服 我用這個純粹就只是拿來清嘴唇而已 就是上完底妝的時候 嘴唇上面不是都會沾到一些粉底液阿粉阿什麼的 那我就會用這個厚厚的塗一層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再用石子筋把它擦掉 這樣底妝就會完全被擦掉了 就會有一個漂亮的素唇 可以準備擦後續的唇膏 就是因為它很難用 所以才被我拿來這樣用 所以我沒有再回購了 因為質地我就真的不是很愛 同款的我還買了Cranberry口味的 那個味道真是OMG 接下來是Fresh的護唇膏 這個是Sugar Advanced Therapy 的Treatment 它有點貴 算是很貴啦 我用到真的是完全沒有 它是我用過最喜歡的護唇膏質地 這個我很早就用完的姿勢 它一直躺在我抽屜 我最近才把它清到這個垃圾袋裡面 這個我記得是我19歲的時候 買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現在都21歲了 都快要22歲了 所以這麼多年我都還沒有再回購 因為就只是護唇膏而已 我實在是捨不得買太貴的 它這個味道很療癒 然後質地也是 真的就是我用過我最喜歡的護唇膏 所以如果你捨得花錢買很好的護唇膏的話 我非常推薦Fresh的 接下來我用掉了一包電眼貼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雙眼皮貼 也是我從高中用到現在 就是真正讓我的雙眼皮 開始定型的雙眼皮貼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 關於我的50件事的 就是你有看過我的 超康氣影片的話 你應該知道 其實我天生是單眼皮 我是靠貼雙眼皮貼 貼出來的 我記得我是從國中的時候開始貼 然後貼到高二才終於完全定型 變成雙眼皮 我現在還是會用 因為我的右眼 水腫的時候 它時不時還是會變回內霜 所以我就是偶爾還是會 右眼貼著睡覺這樣 接下來我用掉了 KATE的睫毛底膏 它是我最愛的睫毛底膏 我去日本的時候買了很多人說 也很好用的 Katmake的睫毛復活液 但我沒有很喜歡 也我還是最喜歡KATE 雖然那個Katmake的睫毛復活液 我只有用過下睫毛而已 因為我上睫毛都還是貼假睫毛 我就不會刷 下睫毛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垂 下睫毛垂了 才會看起來夠長 就跟上睫毛需要翹一樣 如果下睫毛翹的話 下睫毛就是往上飛 然後看起來就是亂翹 然後看起來很短 Kat這個睫毛底膏 雖然可以讓上睫毛 維持得很翹 雖然有些人說會垂 但我自己是不會 它也能讓下睫毛好好的吹 在那邊不亂飛不亂翹 Katmake的睫毛復活液 我就是用了下睫毛 還是亂飛亂翹 所以Kat睫毛底膏還是我的真愛 接下來用掉了一個 Maveney的Big Eyes睫毛膏 雖然我把它用完了 但我一點都不喜歡它 所有我不喜歡用的睫毛膏 都會被我拿來把真假睫毛刷在一起 因為只是把真假睫毛刷在一起 就不需要用到太好的睫毛膏 功能也就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把它用完的 但是我完全不喜歡 也不會回購的 我記得是完全刷不翹 超級垂 然後就是莫名其妙 我自己是很不喜歡啦 但是睫毛膏是非常個人的東西 所以也許有其他人喜歡 Kiss Me的花樣眉肌仙長型 還需要多說嗎 嗯哼 我的最愛 為什麼它是我最喜歡的刷下睫毛的睫毛膏呢 因為它跟Kate睫毛底膏一樣 可以讓下睫毛好好的垂在那邊 就維持在那個垂度 不會往上飛亂翹 其他我用過的睫毛膏都會讓我的下睫毛亂飛 看起來很雜亂 就很詭異 所以我的下睫毛真的就是不能沒有Kate睫毛底膏 跟Kiss Me的花樣眉肌仙長型 接下來是我之前很愛用的DUP的假睫毛膠 所有的假睫毛膠外觀都被用得很爛 因為就會黏到其他莫名其妙的東西 所以都長得很噁心 在用到House of Lashes的假睫毛膠之前 它是我的最愛 但是我就不會再回購了 因為我已經用到更喜歡的了 但如果你覺得House of Lashes很難買的話 那我就還是最推薦DUP 接下來就是我才剛在愛用影片裡面提到過的House of Lashes的假睫毛膠 它終於被我用完了 然後呢 我終於收到了 先買的兩條 它就是我用過最黏最持久最好用的假睫毛膠 雖然它很臭 但是值得我願意忍受 接下來是Maybelline的眼線膠 其實我根本沒有用完它就乾掉了 而且還剩下超多的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它 我用眼線膠還是會暈 眼線液才是我的真愛 而且眼線膠每次用完刷具都會變得很硬 就每次用完都要洗很麻煩 所以就還是眼線液最方便 我會再回購這個了 因為用了還是會暈 我沒有特別喜歡 接下來我用掉了兩支Maybelline的咖啡色眼線液 這個是舊版的 這個是新版的 這個我都拿來畫眉毛 我不是真的拿它來畫眼線 我也會拿它來畫眼線 但大部分時間都是拿來畫眉毛的 眉頭的那個假的毛流 就是一直有在回購 今後也會持續的回購 下一個也是Maybelline的眼線液 這個是紫蓋的 它的刷頭不是一般的那種眼線液刷頭 它是長的比較特別的 扁扁的 側面看就是一般的尖尖的 正面是這樣 我都會拿側邊這樣子畫 就可以畫出超級細的眼線 它拿來畫眼頭也超好用 我目前還有一個囤貨 還沒有拆封 我自己是眼皮有做好打底 有刷睫毛膏的話 就都不會暈 接下來是BIA BBIA的眼線液 我記得我很喜歡它也 可是我好像就是忘記了它的存在 所以就一直沒有回購 雖然它的刷頭不是最細的 我記得還蠻持久的 然後也很黑很好畫 接下來你們應該是第一次在奧奧商 或是空瓶劑裡面 聽到看到這個類型的東西 一支刷子 這一支是淘寶的 余童的馬尾型暈染刷 它還是可以用 可是它裡面的那個膠已經溢出來了 你們看得到嗎 超噁爛的 那個膠都 裡面的膠都溢出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是同款 我買了兩三支 其他支都沒事 但是就它這樣 所以絕對不是我洗刷具的方法出了什麼問題 它實在太噁爛了 我就看到覺得很噁心 我就不想要再用它了 所以我要把它丟掉了 接下來是我的baby Mar Jacobs的remarkable粉底液 這款我推薦的有沒有一年多了啊 可是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我最喜歡最愛的粉底液 到現在還是沒有其他款 能夠打敗它在我心中的地位 我最近就常常想說 很想要把我其他的粉底液 都declutter 賣掉或是送給別人 Mar Jacobs的粉底液 是不管一年四季 不管我的膚況好壞 不管天氣怎樣 我的臉是油是乾 我用它 我都一樣喜歡 妝感都一樣漂亮 完全不調天氣 不調我的膚質 但是其他款粉底液 就很看膚況 如果我的臉有點暴斗 或者臉有點乾 那妝感就也不是太好 不管我用什麼手法 不管我用什麼工具上妝 我的妝感都還是 沒有辦法達到 像我用Mar Jacobs的粉底液 的時候 一樣滿意 這樣你們有懂嗎 就常常覺得 我到底有那麼多粉底液 要幹嘛 還是沒有一罐 跟Mar Jacobs一樣好用的 那我就不如 留一罐我最喜歡 最愛用的就好了 雖然我目前還是沒有勇氣這麼做 但這樣講 你們應該就懂 它到底 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怎麼樣了 而且用了它之後 我也就失去了 試其他品牌的粉底液的動力了 就覺得 每一次試新的粉底液 都還是比不上它 我就覺得 好浪費錢 好煩喔 就是會一直回購下去 目前還有一罐 正在服役當中 然後也還有一個吞貨 可能在Safira B.I.B.Sale的時候 會再吞一罐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東西了 這個是PBIA的三號薏米 這是一顆眼影 它的蓋子都不見了 然後整個看起來超可憐的 只剩下邊邊角角 這個是我最喜歡 拿來畫鼻頭的陰影的 一顆眼影 然後我也會拿它來說 是下顎 就當成contour 健康膚色 要拿它來contour你的臉頰 或是畫鼻影 應該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對我來說它太深灰了 如果拿來畫整個鼻影的話 鼻子會看起來很髒 很灰 所以我只會拿它來畫出 鼻頭的那個立體感 跟全臉陰影最深的地方下顎 就這樣而已 我目前也還有一個正在服役當中 終於結束了 好累 那就這樣了 掰